在英国伦敦市中心最繁华的牛津大道旁 有一条幽静宽敞的大街 波特兰大街 这里使馆林立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总部 以及英国皇家建筑学院也在这里 1875年 清朝的慈禧太后 买下了这条大街的一栋办公楼 从那时起 中国驻英的外交机构就一直在这里 十多年前的6月5日 在中国大使馆的街对面 出现了一群人 基本上,我们有24小小小的团队 在14年里外的中国大使馆 一定会帮助 从那天开始 不论白天黑夜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们曾经遇到河南冠 对 你们有一个强调的讯息 这些人都知道 这些人看起来是瘋狂 这些人看起来是瘋狂 这些人看起来是瘋狂狂 这些人不是瘋狂狂 这些人不是瘋狂狂 这就是恐惧的专业 他们为什么要昼夜不停地待在那里 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 他们的行动 到底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在他们安静地身影后 又是怎样的人生呢 优伟大师 要作为交构 一定要能起到 来 缓医生 请进去 大师 教授 吴东 你好 复桓 谢谢你 我看着你的短信了 那个你能做星期四上午那个班 高玉东 使馆前静坐的协调人 负责安排一周七天 每天24小时使馆前的排班 中共在国内迫害大法地址 它可不分白天和黑夜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我们24小时坚持下去 因为大部分人都要上班或者上学 所以排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找不到人 或者有人临时来不了 高玉东就会跳上公交车 赶到使馆前来顶班 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高玉东的儿子杨阳 大名叫做陈阳木月 从十一岁起 杨阳就和妈妈在使馆前静坐 常常会在路边的帐篷里过夜 这是2012年吧 11年 神韵的巡演的舞蹈 这是杨阳 就在中间 八年前 杨阳去了纽约 加入了顶级的中国古典舞演出团 神韵艺术团 并在世界各地寻回演出 每年的五月份 她都会回伦敦 看望父母 他在巡演的时候 其实各种各样的食物 也都吃过 回来就会说 妈妈 还是回家里 妈妈做的酱豆肉最好吃 怎么样 玩得好吗 没刮胡子 没刮胡子 多了 这个 艾基玛 还是 死海仪洗面奶 这是真的死海仪 我们去游泳 然后就抓到地上 那个时候就把脸全都抹上 全都倒你 这是菜园里的 我就是那个 这衣服你穿上了 你是准备的 你穿挺好热的 你爸爸穿上会小的 而且他觉得这颜色太 你穿上哪颜色 不够不够不够 每年我回家 每年我必须回到中国历寺 至少一次 我只是在那里 所有的记忆都回到我 嘿 李兰 李兰 这是你 这就是真的酷 这不是来年纪的 这不是来年纪的 这些是空间的 所以当夜是夜晚 它转上 它转上 很明显 水平 是 I was 11 The first few weeks when we started We had three tents here One right here One here It was really warm inside Everyone was family The this is like our... Recreational area When we were bored, we came back to play My mum would go to the KFC three blocks down And get a huge family bucket It felt like every meal was a picnic 每天晚上是一旅行可以的 很多天我醒了起到七天在一座上 我會穿著我的學衣服 一個很正確的衣服 整個衣服 然後我就會寬出我的湯 然後我洗我的臉在 McDonalds 然後讓我去大約半小時 然後把車子給我一個二十分鐘 然後去學校 我最喜歡的朋友 我常常去他的家室和玩 他有時候會問我 他會問我為什麼要去你的家室 我會說你不想去我的家室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要去玩 國藝術研究所 這是我們使用的廚房 攝影師們很友善 有時候他們有一個大約會 然後他們帶來我們的餐廳 當我在學校 他們問我 你的高度高度是因为每天在家 你的父母会给你做学校的工作 我经常做了我的工作 因为有灯在这里 当你很冷,你会坐在这里 然后它会暂时你会暂时 这些灯光的灯光是在这里 所以所有人都要停在这里 去读写我们的文章 通常你不需要说什么 你只能读写你的文章 很明确的 他写了一条文章 我只问你会想要纳定一条文章 要纳定一条文章 在中国的文章 其实我们认为我们有很多数字的文章 我记得我当天天天天天 我记得我当天天天天天天 但我们下午天天天天天天 我们不过去做了100 那是一个三个字的文章 所以我们不过来的设计 然后我问我妈 妈,我们需要在这里 我记得她很明确 她说 我一直在家中的殖民事件 我一直在想, 等於那天終究 在這個環境外的部門 在中國的國殖民事件 我真的感受了我的性格 我能够避免很多困難 我坐在那裡,坐在那裡 做我的練習 我感覺很平衡 它就像我们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和为什么我们在做的 中共使馆的街对面 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团体来抗议 抗议的人们来了又离开了 年复一年 不少人都认识了这一群 从不离开的法轮功学员 我们看曾谦是 反对活在法轮功学员去关的 曾谦表 还碰到了中国留学生非常感兴趣 他们不只是想了解六四 也想了解佛轮功的情况 而且他们还签了名 每次有什么抗议中共的活动 使馆肯定都要叫警察来 这个警察还是专门的保护外交使团的警察 配戴武器的 这个使馆从来不让他们用他们的卫生间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警察经常就是到这对面来 警察每次过来的时候都要跟我们聊聊天 来看看我们的展板 我们通常进座的位置是针对使馆的正门的 但是今天因为是纪念六四活动 针对的大门很多人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位置挪到这边来了 现在他们活动结束了 我把它放回去 有一个名记者吧 就是像是香港的吧 他也签了名 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吧 他说英国政府要跟中国做生意 他会采取行动吗 我说政府呢 他具体怎么做 是他们的事 不在意他采取行动部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有个机会来表达自己对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因为我自己我家里人被迫害嘛 对而且我知道 他们如果要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公开的场合 做我同样的事情的话 他们面临的就是很严酷的迫害 虽然有勇气站在这吧 但是我一闭上眼睛的时候 当周围来往的有中国人的时候 坦白说我有害怕过的一课 因为他不知道法轮功真的是什么 而且他们就是有种习惯 不拿法轮功学员 真是当做一个平等的一个中国人去尊重 我有的时候我闭上眼睛 我怕会有人过来打我 当然也很可笑 余明慧是在2010年来英国留学的 那是他23岁 在剑桥的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 学习服装设计专业 大厅酱的 拔鲁斯金大学 两个人的 更加热 其实在学校就是想认真学点东西 然后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 爸妈妈出来可以照顾她们 可以开始接单了吗 行了 可以开始接单了吗 拔鲁斯金大学 两个人的 今天大家先请她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 明慧在课余要打好几份工 生活对她而言并不容易 在超市我试过 我们上一千多磅的货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拉回拉进去那个店里面 就是整个堆到像门一样高吧 然后你拆了那个包装 然后把那些东西一点点的 拉到你的店里 然后一边边摆上婆家 一天下来反正就是晚上 到晚上都会手就很疼 就睡不着觉那种 然后反正那时候手疼的时候 心里到没觉得其他的 就最为怕以后拿不了剪刀 那一段是稍微有一点心酸 就自己会觉得有一点 这个是爸爸画给我的一幅油画 就是它是番话的一幅名画叫音乐课 爸爸会给我和妈妈画画 或者教我画画 然后家里经常放古典音乐 他就是吃饭之前 然后就逗我玩 然后就拿着筷子在那当指挥在那比 我爸爸身体后来就不好 然后也帮不到妈妈太多的忙 他们两个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些 有冲突要吵架之类的 修炼以后就家庭完全对我来说 就感受变化挺大的 因为感受爸爸开始变化是特别的平和 特别的祥和 就是也不会跟妈妈吵架 就对作为小孩当然觉得很开心 我印象中是爸爸好像那个时候 以后就没有病了 然后他的同事还有他的那个 我们家里人看到他这个变化 都觉得非常的吃惊 就觉得好像不可思议 对怎么可能通过练一个气功 然后身体能变成这样 就这么大的转变 少年时代的明慧很难理解 这个给他的家庭带来幸福和安宁的法轮功 怎么一息之间成了这个政权的敌人 从1999年7月 明慧12岁那年 他的生活就在恐惧中度过 2001年的时候 他的父亲于宗海 因为从一栋高楼上悬挂了一幅 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 被判刑15年 明慧的母亲王梅红 也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 被判刑11年 2004年 不堪警察骚扰的明慧 转学到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念高中 每年 他会回东北老家两次 探望深陷牢狱的父母 我爸爸那个经验证上扣着一个印 是一级眼管 每次都是这样 就是早上9点钟到 然后等到11点钟的时候 然后就是开始喊人 就说谁是于宗海的家属 然后他说 你不知道你爸爸还没转化吗 还要练吗 见不了 见我爸去一趟真不容易的 因为大概要坐十几个快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吧 有的时候连坐票都没有 坐在那个车厢节或者说是那个走廊 就非常冷了 然后去的时候人家又说你看你不能进 我就去旁边的楼 我就开始挨个门挨个门敲 敲进去有人在我就问 我说我是基建区那个谁的女儿 我说我想来看看我爸爸 我说我挺远来的 对有的时候就还碰到有的人真的是愿意帮 从我16岁的时候开始 我妈被抓开始到现在吧 我和我爸妈妈在一起时间有多久 说真的哪怕是隔个玻璃 但是能见到面能说上话 不超过一天夜吧 就没有14个小时 其实你对我来说 就是你看到他人好好的站在那 你接见的时候能见到他 然后看到他好好的站在那 我四年之后就让人生了 没有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们 很难理解 法轮功为什么会遭到中共政权的镇压 除了政府的妖魔化宣传 很多中国人也没有机会 听到法轮功学员讲述自己修炼的体会 和这场镇压所带给他们的苦难 不过就在中国大使馆的街对面 这个讲述真相的小小展台 被守护了15年 来参与过静坐的学员 有10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 其中还包括那些在中国亲身经历过迫害的人们 早晨我四点就起床 四点半左右就在各家走 走将近一个小时 五点到七点这个是最冷的时候 有时候下霜下雪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争取就是每天都是这个点 这点过来 有时候也早点来 早点来就让别人提前回家休息 我觉得这点苦不算什么 照比那个监狱被迫害那个 那咋老了 李勇来自中国东北 曾因为修炼法轮功 而被投入了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 每天就是灌两遍死 强行的就五六个人 就是给我摁的那种 就强行灌死 这边的鼻孔我已经插不进去了 已经肿了 后来就给这个鼻孔可以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它就是不拔出来 插这里头 就说就这时候 他一问你你还练不练 我说我练 都练就插进去 不给拔出来 那个时候 那就是那个管子 在那个胃里头 就是特别难受 就不敢喘气 出气也不敢喘 就是一动不敢动 一动它 它那管子颤动 它在里头也是脚合 所以那个之后是 要是长一讲 就是生不如死 2001年7月 警察通知李勇的家人 把已经被折磨得 昏迷不醒的他背回家 他们没有想到 他不仅通过修炼 恢复了健康 还来到了英国 坐在伦敦的中共使馆对面 告诉人们迫害的真相 因为在马上下 就是在路上吃饭的时候 我就能看到他们 一瘸一拐的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 被打了 他不要说话 我们看见了 看见了我们都是这样的事 都是互相鼓励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我真的不觉得苦 因为就好像 这是给我的一个机会 我也是为了被劳教被破坏的 那些同学发生 我也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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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是全面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小孩 这个是当他在 Playgroup 所以它是几个年前的年轻人 有点困难和平衡 这些东西 I think it's so significant to be opposite the Chinese Embassy to be there as a visual statement We've been there since 2002 It means that people really have this visual reference of us saying You can't eradicate Falun Gong, we're always going to be here And the thing that needs to be eradicated is the persecution And it's really making a bold statement Hi, I'm here For you today, it must be very cold Yes, cold That's good Goodbye, the chance 我叫朱保生 在伦敦地方政府做公務員 參加中领馆前的和平请願已经13、14年了吧 坦白地讲 一天、两天容易坚持 这么长年的坚持 其实是很不容易 你知道到晚上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行人 连过往的车辆都很少 使馆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大门紧闭 谁知道我们在这里 谁看我们 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我 那应该是08、09年的事吧 一天大概半夜时分 我下车在回家的路上 车里的收音机 有两个人在谈脱口秀 其中一个人问 你知道伦敦最漂亮的建筑是哪一个吗 另一个人回答说 我不清楚 第一个人告诉他 说告诉你 就是现在的中国大使馆 就是那个对面 有法轮功和平请愿的建筑 我当时听了 震惊得不得了 子夜时分 一个西人的电台 能够谈到法轮功 而且谈到我们的和平请愿 真是出乎我的意外 那么就听这个主持人接着说 在知识界上每天发生的请愿抗议 有很多起 但是一种抗议请愿 是长期的 而且是和平的 它是最有力量的 他当时用了一句 MOST POWERFUL 这样一个词 我很难形容 当时自己的心情 我觉得 国内通修承受了无名苦难 我们在这里呼唤正义良知 我们这里做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2002年的6月5日 当伦敦的法轮功学员们 决定要在中共使馆对面 开始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 静坐抗议的时候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的静坐会持续5000多个日夜 连续十几万个小时 而且就在你我呼吸的当下 正在进行着 世界在变化 生活在继续 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每次我去工作 早上或晚回到 他们会一直在那里 我认为我只是在想 详细的事情 我只是想知道 什么它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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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 为什么他们做的事 和什么是这个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 他们的连续 他们告诉我 他们的连续 我一直在做的努力 我认为我做了一段时间 我认为我会有十年来的抗争 我认为我认为是一个很具体的抗争 我认为这种抗争的抗争 我认为我会有20分钟的抗争 每一刻我会写拍摄 我认为这系列87,616 87,616是十年来的数量 小高 我还是讲他小高了,我小冠 我跟他算得比较熟 为什么呢? 最开始我来伦敦的时候 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就离他们家两个部落 那么去使馆啊,去活动啊 他一般都坐我的车 我成了他的那个专制司机 他儿子羊羊笨 他成绩好的简直是不得了 GCSE考试十二门 我所知道的是他有十一门等了A加 还有一门是A Star 还是什么 然后那个孩子很幽默 他学什么都很快啊 玩电脑啊,玩什么都快得很 玩音乐啊,玩什么东西的 多元,我们给那个REBA 准备了两个卡 一个是给那个Reception team的 还有一个是给 我们每个人都签一下 好 然后我们圣诞节前想给他们送过去 表示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好的 小高就是一个很能吃苦的 我估计你要问所有的那个英国学员 他都会告诉你一点 他真的是很能吃苦的 很多时候他是通宵值班 然后第二天洗吧洗吧脸 然后就去上班去 陈斌是伦敦中共使馆前静坐的协调人 高玉东的先生 来英国前 他曾是兵器工业部的一名工程师 现在在伦敦经营着一家 灯箱广告制作公司 好多人都知道可能经理好 好砍价,懂不懂 我找你经理,我找你经理 经理心一软,就是比如说 一个母亲带一个孩子 生活很困苦,办一个什么 怎么借了钱,做了一些生意 怎么怎么痛苦之类的 这要一哭诉 我们经理就恨不得 去给他再当个电工 帮他再上个灯什么的 都不要钱了 要我的朋友说 你这是三无企业 一无雄厚的资金 二无人脉 三也没有经验 那实际上 我们的客户群在增长 其实就是很多都是回头客 中国这边客户很多都是介绍来的 有一些个就是我们比较熟了 我们会给他们讲 我们也是修炼法轮功的 有些人知道真相的人 他就说 哦,怪不得你们人这么好 有些人就觉得 嗯,就有点害怕 那种人很可能就不知道真相 但是他知道你很为他好 知道你人生很好 他再多问问 他说你给我讲讲 那自分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的 你这边就很简单给他讲 因为这里是海外 你给他说给他个链接 你去看看 自分真相 那些个 一个一个那些个分析的镜头 那一看立马就清楚了 这边就是 我们经常要每天 有些货要发 有些客户要需要买一些那种灯箱 从大学起 陈斌就对气功感兴趣 试过不少功法 97年5月的时候 他在岳母家读到转法轮 感觉到自己对生命 对宇宙的困惑都得到了解答 从此开始了修炼 不久 妻子高玉东和他一起练功 结果困扰他六年的腰椎盘错位 很快就痊愈了 到英国后 两人先后开展了自己的事业 而所有的业余时间 他们都用来呼吁 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有时间在家做饭 就一次多做点 然后饭菜呢 都多做点放在那 就是忙不过来了 热就吃 这个焖炼啊 它就是好放 加热也方便 微波露一打就行 这碗中吃两三天 你看这个小时候的故事 杨杨 其实他爷爷很喜欢他 但是爷爷呢 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杨杨呢就是那时候 老师说爷爷我亲亲你 爷爷说不让亲不让亲不让亲 不让亲不让亲 父亲我要亲亲你 带着带着吃好的蛋糕 往他爷爷脸上一亲 我爸是01年 大概是10月17号 判了新判了15年 格尔波里我们两个见面 一般都是有人监听的 我爸每次都是 就问问我啊 学习啊 生活怎么样啊 然后 我也是 反正就是看看爸爸 心里就挺踏实的 去监狱里面看爸爸 然后 就 然后爸爸说 有一些画画的东西 要交给我这样 用册的一些方法 其实他给我写了一本小册子 但是 就是被监狱人揍走了 然后给烧掉了 我爸爸那次好像被打了 然后我看到我发现了 然后我就 我可能我对那个 他旁边那个狱情 就是反映出来的那个态度不太好 就是我爸可能看到心里去了 然后他后来写信就跟我说 他说 心里面不要有 对别人的那个 愿或者恨啊 所以很多人也是 就是严身不由己的 然后 让我多理解别人吧 让我不要去 去负面地去想这个世界吧 对 爸爸每次走的时候 他都会回过头来 然后 跟我做一个这种 或拳头的手势 然后对我笑 笑得特别的 就特别的善良的 很正良的笑 然后就是眼光特别有神 一次就告诉我说 爸爸还很坚定 这几件是我的毕业作品 设计的起源是关于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的名字里面 有一个海字 然后我就以海里面的元素 里面的贝壳 为这一系列设计的主要元素 这是贝壳的形状 然后里面的这件 也是这样的贝壳的形状 然后因为我觉得 我爸爸教会了我英国的 其实英国有一种精神 叫歧视精神 然后这里面就是贝壳 和歧视精神的一种融合吧 他一直写信鼓励我 他说就当做是我们的小别 然后就经过这种魔力吧 我爸爸说希望 我可以变得更加的坚强吧 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把爸爸的行程都带在身边 压在床底下 然后对 然后就是会拿出来 其实也不太敢多看 因为好像你觉得好像看多了就会消失 就是实在很不开心的时候 才会拿出来读一读 然后就会好 行同孤儿 十几岁的明慧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搬家 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 警察的骚扰和亲友的不理解 所谓一句话长疲难顾吧 尤其他们是不修炼的人 就不太理解这件事情 他觉得拿你的自由 拿你的工作 拿你的家庭这些东西 来比较的话 那是可以放弃的东西 他们不太理解这是什么 对 所以 你没说理解吗 我理解一部分坦白说 我也不完全理解 2009年 监狱开始了新一轮的强制思想转化 明慧父亲的腿被打断 肋骨被打折 她的眼睛在被强制劳动时划伤 监狱延误不至 造成永久性的泪腺断裂 那时她的行期才刚过了一半 2009年的时候 觉得对人生有点心灰意冷 那种感觉 其实我一直是有个心愿的 我觉得好像我乖乖的健康的长大 然后他们出去的那一天 我们是可以团聚的 他们出来以后 我是可以照顾他们的 然后我就特别怕爸爸坚持不住 他在里面八年那个时候 他还有一半的监狱的路要走 有的时候半夜醒来就想到爸爸那个状况 然后我就开始哭 当时也是有同宿的女生 然后就听到了 他第二天早上他就说我会半夜哭 就觉得我非常的烦啊 怎么样怎么影响他睡觉啊 我试着跟大学同学说过 对 但是他们不理解 对 我其实我理解他 因为中国的那个 媒体的环境太厉害了 就是正常的人 就是我想生活在任何国家的人 都不可能去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你相信你每天电视 CCTV播出的是假的 是误导你的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说要做好 然后做事先考虑别人 与人为善啊这样 慢慢长大的时候 然后那个 还是有的时候会困惑的 为什么好像爸爸妈妈教你 那些做人的道理怎么好像行不通实了 就好像社会不是说认可 说奴隶的人 而是所谓的那种比较聪明的人嘛 其实当时对我的 家族观上冲击是挺大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连信仰也 基本上是放弃了 就是心里有真善忍这三个字 但是说也困惑了 好像你觉得你做得对的事情 但是这个社会回馈给你的信心 就是要伤害你 我姓陆 现在呢是在英国的一家石油公司 做投资顾问 我当时呢是在伦敦以外的一个大学读书 那么那一天呢我去那个中国大使馆那边跟换护照 就看到那个法轮功的真相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 它是一个法制非常正规非常公正的那么一个国家 看到一个这个法轮功的这个真相点 堂堂堂正正的就摆在了这个大使馆面前 那给我这个一般的中国大陆来的人来说 还是挺新鲜还是一种震动的 这次正好有一个大姐 当时就在那个真相点那边 我想哎呀这个正好了解一下法轮功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小伙子就他就问我 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 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 共产党呢其实特别怕 他觉得法轮功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他怕这个镜子把他的丑陋照出来以后 老百姓把他们看透了 他就维持不了他的政权了 后来又跟他聊了很久 我当时觉得 我说好多中国学生 其实在中国受到那种媒体的宣传 一听法轮功就害怕 我说你 你很特别啊 也是比较随机的那么一个机会 有一位认识的人 就给了我一张法轮功真相的光盘 我就想哎呦这个是国外真稀奇 怎么还有这个什么都有 怎么还有个法轮功真相 那那个光碟的内容呢 就是那个天安门自焚那个录像的剖析 经过剖析一看 把那个慢镜头一放之后 就非常的明了 就是他那个就是导演出来的 那么一个事件 不是当时发生就是真凭实录的 那么一个事件是导演出来的 哎呦所以当时对我是一个震惊吧 是一个使我非常的惊讶 就对法轮功这个事情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就在我脑中就打下了一个比较深的问号 所以我想也许我自己去看一看 所以后来呢我就从网上就找到了转法轮 哎呦我发现就是李老师在转法轮 他们法轮功的这些联系人就想多接触几个学员 接触之后呢 确实这个事情一下子就明了了 因为法轮功学员他后来 我在接触过程中确实就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你真正看得出来一个两个都是 比较淳朴 所以呢一下就变得这个事情 一下就变得非常的明了 就是法轮功他完全就是一个 被这个共产党那个造谣给迫害的 我们这边这个巴斯呢 有两趟啊夜巴斯 就是24小时都有车 直开到市中心 所以我有时候晚上去接夜班啊 或者凌晨接夜班啊 都不用担心交通 这一家店我经常能够淘汰点物美价廉的 这一盒一磅五 啊这个豆角不错 啊4 杨有时候写给犬目 爷爷爷奶奶的信哈 他奶奶就直接会发给 颜兵 十年前给爷爷奶奶的回信 也抄送给我们了 当时爷爷这么写的 当走进你们那个 1305是我们北京的家 当走进你们那个 比1305还大的 温馨的小屋子 内心很是高兴 这次有机会 能共同生活50天 使我们对你们各方面情况 有了比较进一步的了解 你们能过上温饱的日子 不饿肚子 我们也就放心了 但是对你们生活的无序 我们非常不放心 尤其当看到你们 整天守在电脑前 没日没夜地干 夜间困了睡上一会儿 饿了喝杯奶茶充饥 就这样干 结果在机场渴了 连一磅多一瓶的水 都舍不得买 付出就应该有回报 可你们没日没夜 拼命干不要报仇 还要往里搭钱 让人无法理解 40岁正是好年华 凭你们俩的知识才能 好好规划一下 努把力 虽然不能赶上 罗元迈克他们那样的富裕生活 起码也能提高一大波 可是你们现在想的不是这些 希望你们合力地安排一下生活 给自己减减压 上述作为我们伦敦之行的一些感受 看法 共参考吧 对不对 这是杨阳回的那个 我一直相信艰苦的环境 能磨练一个人的品德 充实人的经验 提高人的信心 这和修炼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当然我们不是故意找苦吃 而是在生活困境中 别人对你不好时 甚至是被迫害中都不能放弃 都能依靠坚定的毅力走出自己的路 现在回想起来 我可能不那么成长 也许会变成惯坏的懒人 什么都不会干 娇气又傲慢 也许太安逸了 就会慢慢地放弃了信仰 去追求物质享受的无底洞了 没有玩游戏机的时间 我可能用在了创作音乐上 没有享受物质生活的时间 我可能用在了读书和丰富知识上 我慢慢理解了小时候理解不了的 为什么大人都那么忙 理解了当年 为什么爸爸妈妈都那么忙 因为我们处在非常时期 处在被迫害中 而且至今打压 还在大众不知道的背地里进行着 人命关天啊 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没日没夜地干 爷爷奶奶说 付出就应有回报 这的确是真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管是爸爸做报纸也好 还是整个我们家情况也好 还是家长小时候对我的教养也好 有些事情当时不一定看到回报 而是很多年后才看到成果的 爸爸妈妈当年那么费力不是枉然的 孔子讲过意和天命 知道一件事情在道义上是对的就应该去做 而不用考虑成功或不成功 我们能做的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件事不管最后成不成功 我们都成功了 因为在道义和良心上 我们将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自从1999年7月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以来 学员们向世人展示真相的努力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世界各国的旅游景点 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舞台上 画廊里 他们以古典的艺术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以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 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曝光这场迫害 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价值观 和真善人理念的意义 对于父母被迫害 从小尝进人间冷暖的愚民会来说 这样的努力让他明白了 自己的父母所付出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时有真善人美展嘛 那个来建桥了 然后那时候我都好像毕业了已经 然后那个在等签证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他就是非常的震撼 表达这种残忍也是一种勇气吧 一种揭露他 这种黑暗中包围了一个正义的人 但是他这个是生死的一个抉择吧 但他还是选择说 我要坚持我的原则 就是最有共鸣的一张呢 就是 就是这张 这个无家可贵 这张小女孩的话吧 就是 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 我认识的大法地子家的小朋友 我也是就没家回了嘛 然后 嗯 对 然后脸上挂着小泪珠 然后 就是那个小孩的一封什么都不懂 很单纯的一个模样 但是 其实 就是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巨变了 然后还有这种各种的酷刑啊 我当时我就觉得不太敢看 但是 那个时候一看就想 哎呀爸爸妈妈在里面 有没有碰到这些事情了 就不敢想也不敢看 然后又去了 看了神韵 那是一二年的神韵 对 然后 然后 很震撼 对 很那个 那个一拉开幕 大鼓一开始抢了 眼泪刷一下都下来了 然后那个 哎 觉得他们太棒了 然后 那个当时也 一个节目特别出动自己的心的 是那个 就是 叫 就是那个歌词嘛 就是说 人们总是去追求幸福 但是不幸才是人的常伴 无论你多么强悍 命运总是把你轻看 但是 就是守住你心底的善吧 守住你的善 嗯 愿我的歌声打开你的名番 反正当时那首歌 有次那句守住你的善 当时真的说 我就觉得完全就 完全踏着到我心里 就是 哎呦 原来我一直丢掉了 或者是一直说 你想去确定的 你的一个 一个心里的一个状态 好像你就找不到 那个词是怎样 但是当时那个 我觉得 原来就是那个 对 我先给他 嗯 跟他一块吃过一次下 他说 小时候生活 不管你多困苦的时候 估计是 在他爸妈被抓之后吧 知道他过生日 有虾吃 他就很高兴 对 他平时有什么事 几乎都不说 他又是 有时候心里很难受 也是很小找人说 他就去我那里 晚上睡觉 他就在我旁边 一尾就睡了 早上 他能以最快的时间 在十分钟之内 做出一锅粥 煮一堆蛋 甚至是 他会在很快的时间 做一些豆浇 他自己还是挺会照顾自己的 我估计他妈要看到这一点 也会比较欣慰 真的好香啊 能吃吗 当然 你知道我们这个价格一叶更好吃 真的 因为他味道会泡进去 我现在想做个大点的 但是我想大的你可能拿不了风 你吹的吹不好 哦 这是一个横板对吧 嗯 它多宽了 嗯 我设计是一米一 哦 那你这样一起吃啊 对 一米一二四十四十 受不了看你爸这样 有这么内膏 我还没看到他眼的伤 对不起 无许就在这段 不是我一人 你们有你爸其他的照片了吗 这一张也是偷拍的 一开始营就有害怕 就是最大的担心就是 我在这边有什么行为 会对他们造成直接的伤害 那个是谁都不想见到的 但是我要是后来我就是问了一些人吧 他们告诉我了一些切实的经历以后 我知道不是怎么一回事 他做坏事吗 他怕曝光 比如说跟媒体曝光啊 给MP写信 给MEP写信 给石冠写信 德国有一个同学 就是也是在营救妈妈 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明星片 然后让世界各地的人啊 都把这个明星片寄到监狱里去 就是我当时听到这主意也觉得特别好 黑色的那个战蓝 颜色调遣也好不好看 行 好的 我在那个Viro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每天回去都非常的累 然后非常的冷 我就看着对面的楼 然后我就想 你们这个发动了这场迫害 你们导致这么多 这么多家庭支离破碎 真是把人生 幸福全都剥夺走了 就是你们 你们不是说 不要在中国联工吗 我就在你对面联工 对不对 你不是那个 想藏起来吗 我就在你对面 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累 就是每次那样去的时候 因为就是真是学上家说 就是那个心情也非常的沉重 眼泪也开始往下流 就是我又不敢流 因为我觉得路人看见我会觉得怪怪的 但是后来这个状态也好转了一些 是自己提高了吧 对因为 就是说其实很可悲 他们也是被欺骗的人 他们都不明白这件事情是对和错 但是他们才无形中作恶 然后还要自己去还 就你会觉得很可怜 然后就是你慢慢那个心态就变了 变了以后就平和了 然后平和了以后就不冷 在自由的环境里 明慧心理的创伤在慢慢的愈合 从自己和周围的法轮功学员的经历 他明白了 父母从小教育他的真善忍的理念 在生活中是行得通的 渐渐地 他的勇气在复苏 笑容在增加 一个生命的善 是他一个本身的那个 他物质就是善的 他散发出来 他无论对待什么东西 他那个 他出乎你而不然 他不会说因为怎样 然后他就变得不一样了 不是那样的 就是读懂了转法轮嘛 就读懂了 就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了 你看这些路上挂一些灯 这就是这个伦敦威斯敏斯在圣诞期间做的一些装饰 圣诞节期间呢 威州这个地方呢是没有 我们是不会停下来的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九点半了 甚至到晚上的十点十一点呢 他都还是很堵的 不管你是坐公交车还是自己开车 你都会看到路上很堵塞 所以你有时候要设一下避免躲避交通的这么一个GPS 有时候星期五你可能工作了一天 你晚上到晚上你应该是休息了嘛对吧 十点钟你要出门去无遮无眼的地方待一晚上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你一开门就不禁打一个机灵 其实在国内那些大法弟子在监狱里受到的迫害啊 相对于他们来说你这个真的没什么 另外啊你不来做的话呢 别人就来要来顶这个班 包括像高杰 很多人都在说他很坚强 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他毕竟他是个人啊 他还他而且他是个女人 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是也是别人的妻子对吧 有时候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继续的去坚持在这个项目上 Basically I come here to do to clarify the truth about the persecution every Saturday we've got a 24-hour vigil here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14 years outside the Chinese embassy sometimes you get people like Chinese where they walk past and now swear it is like that but it doesn'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affect me because you know we're there there's all there's all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there and there are Chinese people that come through that are interested and maybe the ones that you know maybe the ones that swear maybe later on sometimes they come back and you know they might take a newspaper or they might take a leaflet or they might talk to us a little bit and we could have discussions with them so it doesn't I don't really get offended by that I cannot understand how people can not be moved by hearing about for instance people being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and people being tortured to death it's a persecution of basic human decency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you know if those qualities in the human character are being persecuted that means that affects everyone the way I see it you know who are you there who are they they said to try to take to make someone I bought it for a little bit how beautiful I got busiest to get work for 10 years this year I will get some trouble 像有一次吧,我在这儿打坐的时候,就喝多了酒的嘛,就站在我身旁边,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但是呢,就是路上嘛,他过那个夜bus,他经常有那个夜bus在这儿过来过去的,然后呢,那个bus就在旁边停了,那个司机就把门打开了,他说,那个,请你离开那个女士,你不要打扰她。 然后他在这儿就在这儿乱摔乱打乱闹的什么,但是他不敢碰我,反正那个人就一直在这儿看着他,他走了,那个人他把车开走了。 因为我们是展示功法嘛,你要盖上毯子,人家都看不清你的功法,是怎么回事的,那就不好,所以冬天有时候挺冷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样的就不盖毯子,让人看看我们那个, 因为法轮功被迫害的可能是严重程度,可能是超乎,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最深的体会就是,很难让中国人他去放下他的纯件,真正去了解法轮功真相。 其实中国人他从来就是不要讲良心讲道的这个,如果当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他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出。 兰森艺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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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有跟我讲说你在一个栏杆里面 你向外看 有人看到天上的星光 有人看到地上的泥潭 那你讲十几年的监狱 那对任何一个人 那个心理伤害还有身体伤害 那都是巨大的 就当初我的预想 就是他们需要我很多的陪伴 帮他们慢慢去适应这个社会 之后等到他们真的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我很惊讶 我真的很惊讶 两个人都非常好 就是超过就非常的好 这种苦难 磨难对他来说 就是不但没有成为一个 对他造成一个永远的伤害 反而成为了他的一种 更乐观 更豁达 然后更积极的一种精神 我觉得这就是他 因为他修炼 他那个精神上他是日进风 他越来越纯净 因为有的人家庭一块去看Opera 有的人去看艺术 有的人去看艺术 有的人去看那个Sport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来说 我们在这边来告诉世人在中国发生的什么事情 我个人觉得是件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也感觉挺欣慰的 就是说孩子能提出来这样来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周六来 周六有时候也不定 孩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一种坚持和承诺 上周过来 就是说有点冷 天气有点冷 我们就到这里面的咖啡馆里面去 孩子要说我要买个巧克力 热巧克力 他就说不要 我知道你们是法轮功 我不收钱 就是说很感动的 真的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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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们要不要买了一会儿 我们来自然的口令 好久就要吃饱了 我们来自然的口令 来自然的口令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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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明天 公司的公司会停止今天 每天都没有买车,没有车车 我会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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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旅行的旅行 我通常会放在外面的窗户 就是它冷卻的地方 它是冷卻的地方 它是很舒服的地方 它是很冷的地方 在冬天的年代有更多人可以做的 在一些年代,不太多年 所以这次我会做两个 shifts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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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口人虽然天涯海北各自一方吧 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块的 你可以一直保持着在这个 无论周围环境多复杂 你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 你都是一个很快乐的 反正我知道我们三口人 虽然就是有很多生活各方面的难题 但是我们很快乐 你就觉得你心里装着真善忍 你就是时时想想这几个字 你就觉得好像沐浴在佛光中 就是好像你看到接触到其他人的时候 你也想把这种正向的温暖的力量 也想带给别人 只要你坚持做一个这样的好人 你就一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因为路走的堂堂这种光光明明的 然后很富足很安心 然后这一天上出场 不只是一位乘客人,不只是一位乘客人 不只是一位乘客人 正在聆听我们的表演 那是非常特别的经历 因为我一直在想着什么我们在做的 我突然感觉,我并不是舞蹈了自己 我舞蹈了别人,我舞蹈了云云云云云云云 我舞蹈了所有的舞蹈 有此事都是为了传统的传统员 他们是在中国的传统员 他们受传统员为我们的信心 他们被传统员为做的同样动作 我们现在的舞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